欢迎大家收听《明光沙龙》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基督徒与香港政制民主发展》 我是大家的主持蔡志森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基督徒支持民主政改的成员 胡志伟牧师 刚才我们提到 关于622的投票和7-1的游行 根据坊间我们看622的公投懒人包 以及新闻报道 都很强调622的投票和7-1游行 都是用公民提名做主题 究竟有些人就问 我去参与 是否代表我一定要支持公民提名 我想相信现在的着重点 就不是在于公民提名也好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公民推荐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提名委员会 就是所谓三鬼的那个方案 其实我想某一个程度 现在公民提名是最重于一个所谓的 就是那个所谓争取民主的意识 是多于一个具体的方案 所以我想现在就已经 就是特别是白皮书之后 我想我们那个思维就基本上 就已经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正如正宇石教授在上一次的研讨会里面 他说得很清楚 就是无论你是三鬼也好 公民提名也好 你哪一个方案 其实都是很清楚 就是表达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 在中央里面去看 就是你现在是 无论是学界的方案也好 或者是人民力量的方案也好 或者是真普联的三鬼方案也好 其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在那个细节上面 或者是哪个方案上 就是今天基督徒就应该是放下那个思维 而是说 就是特别我们看到 现在未投票 这个有关622的网集 就已经是受着这个的 就是来自一个国家级的那种 黑客的那种的侵入 以至已经落在一个 瘫痪的状况里面 是不可以运作 那现在就我所知这几天 他们都来到头痛着 就是有关这个占中那方面 都安排一些所谓实地的场景 如果举例有15万人投票的话 每一个场地 起码都要有一万人来参与 在那个义工的人手 运作各方面 所以我就会看在现在这样的警方里面 基督徒考虑的就不是说 我入参与的时候 投票的时候 是不是表示支持方案 而是就是说 我们很清楚去表达 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 你来到投票 那个意义就在这里了 基本上我同意这样的想法 不过呢 现实上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呢 因为我看报纸 我看到戴耀廷在解释 投票的结果 他就说 总之你有多少棄权票呢 他都不计算的 他只是计算在三个方案里面 最多人支持的方案 就作为他们去推荐 给大家去选择的方案 这个就会有些人担心 咦 我去到就算我其实表达投票 棄权票 我也不太赞成 一定要公民提名 是必不可小的 但最后出来解读呢 都是说我选择了 可能支持选择了一个 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因为我想任何人参与一个活动 最重要是觉得 最重要是说清楚 游戏规则 解释权嘛 否则到时任其他人 去解读自己的意愿 对他来说 好像觉得不公平 有些被冤枉的感觉 你觉得在这个阶段 怎样可以 减低大家这方面的担忧呢 当然我都会明白 有部份人会有这些忧虑 就是我如果出来投票的时候 是否一定表示支持某一个方案 但我仍然都会这样去看 这方面的考虑 当然是一些所谓技术上的一些细节 现在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投票的行动 就是表达一个所谓 我相信在整个运动里强调的就是一个真正的 没有筛选的一种普选 就是以至在那个提名权上面 就是如果我们是用一个提名委员会的操作来说的时候 必然是一个有筛选的那种选举 那大家都会明白 内地中央就整天都要说明 是一个他可以控制的 就是一个所谓他已经预知那个选举结果的那种选举的办法 但今天我相信在香港来说 不只是到时只有梁振英或林郑两个人给我们选举 或者两个都是我们不喜欢 而是有一个真正的选择 而大部分香港人来说 都一定会选择一个理性温和的人物 即所谓的极端诉求 大家都知道他是跟中央对着干的 基本上是没可能 大部分香港人是会选择做特首的 所以我想当然任何选择 必然都会出现可能会有的意外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连这些东西 中央都不会放心要处处提防 要处处来制定一个所谓了龙式的这种选举的时候 我相信香港人必然是要抗争到底的 我知道 我明白 但现在有些人的感觉 就好像中间派或温和民主派 他们提议的方案都不被接纳 如果你用一个比较激进的方案 而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有些人会担心 更加会令到将来能够成功的机会更加低 因为现在我看 例如最近也有15个人走出来做一些民调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似乎大家的感觉就是 我们怎样可以凝聚到更多的人 包括温和民主派 未必一定要觉得公民提名是必不可少 有什么方法可以凝聚到更多人 一起去拥护一些方案和诉求呢 好过是否我们始终好像在整个 现在占中的投票里面 都只是在强调 是否支持公民提名的方案呢 我会这样说 我仍然会再重复一下 其实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 基本上就不存在有所谓温不温和 其实如果我这样看 公民提名基本上都很温和 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公民提名很激进 只不过现在有些人就会觉得 公民提名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方案 只不过这个是主流媒体他们的建构 现在换述说 如果你想想起之前基本法 来到去讲的时候 讲到这个将来 例如之前我们再讲回 我们去争取所谓普选 在整个普选的讨论过程里面 讲到一人一票的时候 当时在讲的 就是讲一个均衡和公平的参与 我相信从来都没有人是会想到 原来可以在这个提名委员会里面 会可以设下有这么多的机关 或者设下有这么多的陷阱 如果是的时候 我相信当年来制定中英联合声明 或者基本法的时候 一定很清楚 要讲到提名委员会 是要怎样组成的 我明白 有人觉得公民提名是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我的关注就是 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加上 那些未必觉得这件事是必不可小人 大家一起去争取 而不需要糾纏在这个 可能大家会有少少分歧的地方 但我仍然会觉得 蔡志森卿你刚才所说的 都是一些所谓技术的一些处理 我会再讲回 其实现在当八皮小一出了之后 究竟是哪个方案 已经不是再重要了 我会再重复来讲 其实在现在的情况里面 你看到现在中央那种高度的打压 所以对于香港人来讲 骄徒来讲 其实现在出来 投票以一个具体的行动 是作一个表示 这个这样的行动本身 或者姿态 就只是去讲明 我们香港人争取民主 争取普选的决心 所以如果无论六二也好 车也好 大家就真的只是强调 我们要争取一个真正的普选 一个没有筛选的选举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凝聚到更多的人 会出来愿意去参与和支持 究竟怎样可以凝聚一些 不同意见的基督徒呢 一起去关注香港未来 政改的资讯和发展 我们下一节再跟大家谈谈